天假期间民众忙着扫墓也有很多人出游 不过基层的里长里干事却是没有办法休息 得忙着打电话给居家检疫以及隔离者 因为关怀对象太多了 有的里长打一次电话得要花上四五个小时 打完之后还要整理防疫物资 真的是忙翻天 另外呢在依据这个卫福部的资料显示 截至到今天上午全国确诊病例数最高的 台北市就占了100例 本土感染第一名的县市则是新北市 这个声音就好像已经听到快要这个出关的声音 打电话给居家检疫者关心身体状况 这是基层里长每天都要做的事 就连清明假期别人放假扫墓 他还是得持续追人 看他的需求我们就这样子 电话才刚打完又得忙着整理防疫物资 盘点口罩分装酒精 里长忙得快喘不过气 就是安抚他聊天 然后他有什么宴员就对着我们来到吧 然后再来就是他有需要什么东西 他只要提得出来的 我们尽量满足他尽量给他做一个采买 我们还是呼吁不要乱跑 乱跑别在检举的时候 光是看监视器要看很久很久好不好 就要看像昨天已经看了三个钟头的监视器 那真的很辛苦 工作量暴增 有的里长打关怀电话 甚至得耗掉四到五小时 尤其疫情延烧 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显示 台北市确诊案例最多 已经达到百例大关 清美市也有82例 桃园市35例 台中市34例 再上国内找不到感染源的案例越来越多 就有专家建议应该对外公布确诊者更明确的足迹 指挥中心没有点头答应 但看不到尽头的病毒战 民众防疫意识可千万不能马虎